一排排色彩繽紛 五颜六色的陶器 正摆在开罗斯中心的 OPTIN陶艺之家 走进工作室里 一位工人正在分陶土 为这一天的工作展开序幕 从埃及的南部城市 OPS1运来的陶土 会先放着一个礼拜 再送到老练的陶艺工作者手中 进行制作 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老师傅 开始慢慢地拉胚 渐渐行缩出陶器的形状 要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技术 还需要好几年不间断地 努力 专严和耐心 最近他也开始教导 艺术系的学生 希望他们也能够因此爱上制陶 在淘气成型后 就会被送到雕刻师傅那里 去做更进步精美又复杂的雕画设计 首先要先用模板和白色石灰粉 标示出图案 再利落地运用不同的工具和磕刀 雕琢出陶器抖落空花样 一点都不能马虎 工作室外 准备要上课的学生 正在观赏各式各样 大小 颜色 形状 都不同的陶器 阿尔定逃逸之家的庭院中 有一座专照建筑 沿着楼梯往下走近 里面一看 原来是烧制淘气的巨大烤窑 不过因为现在是淡季 工匠只能用较小的电烤窑烧制淘气 将淘气小心地放进烤窑中锁上门 旁边的一个小孔 可以让工艺师监制淘气在烤窑中的状况 经过高温烧烤后的淘气 会先放在架纸上冷却 之后再依照设计上色 这里所制造的淘气种类应有尽有 从小型花瓶装饰用的印花淘板 到大型淘气种类繁多 也提供了不同的教育课程 在埃及淘契是由尼罗河的泥土制作 一开始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进而大量地使用在祭拜 葬礼 宗教仪式上 因此埃及淘契常常蕴含有丰富的精神内涵 如果要到埃及上一个月的淘契课程 收费是700元 埃及棒 大约是新台币3000元 费用不高 但是需要绝对的耐心和专注 以及对淘契这项历史悠久的手作艺术的热爱 记者 莫加 杜契 林波红 编译